连曾经担任执行董事的数字王国 都被指控背后股东跟中共解放军有关 国民党桃圆市长候选人张善政 第一时间秀出股权结构 要让这些模红手段提到铁板 第一大的股东20%就远远高过 两个中资法人加起来的股份 外面在担心说 会不会是一个中资控制的公司 差远 张善政在数字王国担任执行董事 被人家拿来抹红做文章 一个这么杰出的公司拿来打成 好像被中资操控 完全没有国际视野 目光如斗 连国际级好莱坞特效公司 都变成中共同路人 张善政频频被对手贴标签 只是绿营疯狂使出的抗中保台牌 这家人却多次被抓包 早就向大陆靠拢 相对于我们郑运鹏委员 在大陆那边怎么称呼他自己 民进党桃圆市长候选人 郑运鹏更被起底 2008年 成立公司到大陆做生意 在申请的文件中 干脆把国籍也改了 郑运鹏以欧业公司为申请人 提出申请的专利的文件 大幅度的发明 是引用被美国制裁 有军方背景的中心 华为的大量的专利 显然你对中心华为的技术 颇为认同 他著名自己住在 中国台湾省台北市 国籍也是中国 民进党口口声声的说台湾价值 在他没有执政的时候 他的台湾价值就到中国去实现 执政了以后又利用抗中保台台湾价值 在台湾谋取他的政治红利 两边赚两头赚 国民党指控甚至这家资本额 5600万的欧业新媒体 去跟中国大陆三大国营电信企业做生意 整个专利内容中还大幅度提到 发明是引用被美国制裁 有军方背景的中心 华为的大量专利 台湾长期在国际专利申请上的一个困境 我们在这个国际专利申请上 因为我们不是会员 所以我们都会被格式 会被改成中国要的样子 说好的抗中保台呢 这个时候又变成了是受到不公平待遇 民进党嘴巴喊着要抗中 恐怕又是回力标打到自己人 记者综合报道 海华XO干贝酱 这一罐很厉害很威好吗 它的蛋白质呢 是鸡啊牛啊虾的三倍 这么好的干贝酱要去哪里买 是我们上我们的中天快点购的 电商的网站 搜寻你就可以找到啰 好希望大家爱用啰 咱们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